HELLO 同學好,我是Nimo老師 嗨,我是姜妤 姜妤姐姐 那我們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紹的是關於 顯微鏡的一些它的發展的來源 跟它後面我們會提到這個虎克它的 非常有名的一本書叫做《唯物圖志》 我今天就用一滴水來為大家解釋一下 顯微鏡它的放大的原理 首先你可以在家裡面找到一張透明的塑膠片 就是有時候買一些東西 它會有附塑膠盒 或甚至你食物的容器外面有一些透明的塑膠盒 那我們就剪一小片 那剪一小片的時候 你可以把一滴水滴在這個塑膠片上面 那如果你沒有滴管 你就用手去沾一滴水在上面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滴水呢 如果你往前看 當我們把水珠滴一滴之後 放在這個字上面 那你會發現字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就是它會有這個放大的效果 所以這是一個報紙 那本來字很小 那我們拿高一點的時候 就會發現字體開始有放大 那滴的原則就是越圓越好 就是水珠盡量是圓圓的一滴 就是胖胖圓圓的這樣 那它這樣放大的效果最好 那這樣有看到它的字開始有變大了嗎 看得到齁 好 那OK 這就是我們顯微鏡的第一個鏡頭 叫做目鏡的原理 就是它是在焦距內 它會讓東西有放大的效果 好 可是大家在學顯微鏡的時候 有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說 其實它的畫面還會顛倒對不對 上下左右顛倒 那為什麼會上下左右顛倒呢 其實呢 是因為這個 這個 當你把這個 水珠呢 往高 提一點點的 提到某一個 一個距離的時候 你會發現 它裡面的字是開始出現顛倒的現象 我現在就看到它的字是顛倒 好 可能要拿高一點 就會看到字 有略略顛倒的狀況 好 那這個你可以在家裡自己嘗試 當它 它在提高到一個高度的時候 會出現所謂的顛倒 就是在 一倍焦距到兩倍焦距之間 這個畫面就會顛倒 那為了方便呢 我們就改成用放大鏡來 跟各位解釋 好 那 因為水珠其實它很容易蒸發 我相信 古人應該 很早很早以前 就發現這個現象 就是 當下雨的時候 那個葉片上的水珠呢 會讓這個葉子的紋路 變得更清楚 對不對 那我們知道玻璃 也是跟一個水珠一樣 就是中間比較厚 好 當我們把這個 這個凸透鏡拿靠近的時候 你會發現我的眼睛是變大了 對齁 那就是目鏡就是讓我們的焦距變 在焦距內 那個物體就會有放大的這個現象 放大的虛像 好 可是呢 當我們把 這個 鏡頭拿遠一點的時候 那你就會發現 這時候我的 臉好像顛倒過來了 我的眼睛顛倒過來了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的眼睛 顛倒過來了 好 這個是在 一倍焦距到兩倍焦距之間 會出現所謂的倒立的實相 那科學家就是把這個 倒立的實相跟這個 虛像兩個疊在一起 就呈現了 放大的效果 就是兩雙重放大的效果 好 所以這就是一個顯微鏡的原理 就是從一個水珠 你會發現它有 正立的放大的虛像 跟比較拿遠一點會出現 倒立放大的實相 然後把這兩個影像疊在一起 就會變成了顯微鏡 好 當年其實虎克就是利用一台自製的顯微鏡 這顯微鏡其實我們都很熟悉 顯微鏡是有兩個突透性所構成的一個系統 首先第一個就是目鏡 目鏡的話它本身具有放大的效果 所以這邊有個目鏡的突透鏡 底下是就是所謂的霧鏡 霧鏡也是有放大效果 所以它是一個複式顯微鏡的概念 就是雙重放大 那我們的樣本就放在這個下面 我這邊用一個木片當作一個示範 那其實當年並沒有電燈 所以他們那時候是用油燈 那我這邊用一個蠟燭來取代 那另外這邊有個水球 那這水球是具有聚光的效果 就是把水放在裡面很像一個突透鏡的概念 然後再來在這個前方再放一個 也是小小的放大鏡 那利用這個方式把光線聚集在這個樣本上面 那虎克就利用它做這一台顯微鏡 就是觀察了非常多的一些小物件的東西 從日常生活的東西 所以它就把它的發現就畫在這個微物圖紙 當然它也有寫並且去發表 那我們待會來看看這個微物圖紙 到底有哪些新鮮有趣的東西 我們就一起來 那我們就來介紹一下這個發現細胞的 這位很重要的科學家叫做虎克 虎克他其實是一個英國的自然學家 那早期他是在一個20歲的時候 他在一個非常有名的化學家底下工作 叫做波爾爾 那以後你們就會學到波爾爾定律 就是所謂的氣體的體積跟壓力是成反比 那因為他在一個非常傑出的化學家底下工作 所以他也有非常好的手藝去進行一些儀器的改良等等 那最有名的其中一個就是我們看到這個 課本上面這個顯微鏡的樣本 我們剛剛已經介紹這個顯微鏡 那他其實就利用這台顯微鏡 就到處去觀察生活中的一些東西 那就把它編輯成一本書 把它的觀察編輯成一本書叫做唯物圖示 叫Microbriety這本書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本書裡面提到什麼呢 首先就是我們看到這個最有名的課本裡面 就是他把那個軟木塞的切片 把它放在顯微鏡底下看到這個蜂窩狀的構造 就是所謂的細胞類 那這是我們課本上面的細胞的圖 好那我們來進行一個有趣的問答 就是當虎客呢 他把他生活當中看到的東西畫下來的時候 我要大家來猜猜看他原本是什麼東西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第一個 這個看起來很像石頭的東西 你們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呢 這時候我們來看一下我是誰呢 沙子嗎 沙子有點像對它很像沙子 那虎客當時候會看這個東西我覺得蠻厲害 因為一般人不會去做這種事情 好這個東西呢其實是尿的結晶 各位有沒有聽過腎結石 尿結石的膀胱結石 當你都不喝水的時候 你的膀胱裡面就出現很多小石頭 叫做結晶這個尿酸的結晶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尿的結晶 這是現在這個實際的照片看到 就是右手邊就是尿結晶 所以他當時候是因為歐洲 歐洲人以前怎麼尿尿的呢 他們會有個尿糊 然後因為尿糊很久才倒一次 然後裡面很臭嘛對不對 那個上面就會有結晶 卡一些很像石頭的東西 很像鹽巴的東西 就是所謂的結晶 好所以當時候在看這個尿的結晶 那我們再來看第二個問題 請問這是什麼呢 好我覺得它很像雪花 很像一個很浪漫的雪花 就是想到聖誕節的雪花 各位它是什麼東西呢 它是尿液表層的結冰 所以因為英國可能會 英國會下雪 所以會想說那個尿 如果放在外面久了就會結晶 然後上面就會一整雪花的樣子 所以我真的不曉得為什麼 舞客要去找這些奇怪的東西來看 就是這個尿的結晶 好吧 但是我們只好看到這個結晶的冰塊 它其實看起來就很像一個六角形的雪花 大家還去測量說這個雪花其實是60度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還有這個東西 大家可以猜猜看這是什麼東西 這個很像植物的種子的東西 它其實是顯胎 顯胎的這個叫做塑的構造 好所以這個裡面是顯胎的部分 好那我們再來往下看 我們來快速看一下它到底觀察哪些東西 好那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這個看起來很像是布料的東西 這個是一種香香的植物 就是迷迭香 迷迭香的 我們知道迷迭香上面其實很多毛毛的 你去吃那個義大利料理的時候 它有時候會加一些迷迭香 那它就當年虎克有點 它其實蠻厲害的 然後看到這個圖貨這邊 有看到這個上面有一顆一顆圓圓圓 這其實是有一些葉滿 就是一些植物的害蟲它下的蛋 另外它也看到葉子的表面很像這個 當年它就說這個很像是布料 可是其實我們知道 其實葉子表面並不像布料 只是說看起來很像 它當年就以為那是布料這樣子 好再往下看 那這個是一個細長創的針狀構造 你們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嗎 就是刺下去會很痛 而且還會腫起來 我自己也有養過這個東西 這個叫做蜜蜂的針 蜜蜂的針 蜜蜂的蜂針 好所以這個用顯示鏡看 你看它上面還有一些倒溝的部分 OK 好 那這個呢 這個就是一些植物的一些刺 這個我們查到的時候也覺得蠻特別的 好這叫做虎爪豆 虎爪豆的表面有一些毛毛的刺刺的東西 好 我們再往下看 那這個呢 這個很像龜殼狀的顆粒的東西是什麼 花粉嗎 對我開始也覺得是花粉 那事實上它是什麼呢 它是我們查一下它是叫做櫻樹花的種子 就是看實際的照片還真的蠻像的 就是表面有這些烏龜殼狀的紋物 好 那這個就很難猜了 我每次問國儀的同學他們都猜不到 這個猜得到的真的是代表你對生物非常的有概念 它其實是一個魚的鳞片 它是魚的鳞片疊在一起 那這是其中一片的鳞片的樣子 所以它其實是魚的鳞片 所以虎柯它其實觀察力蠻仔細的 它看了很多生活中的東西 好那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很多分岔然後交結在一起的東西 這個呢是鳥的羽毛 它是鳥的羽毛 就是它羽毛如果你仔細看 它其實是每個羽毛之間的分支是會交疊在一起 魚小隻 叫魚小隻 OK 好 好那我們就後續再來看一些 像這個是灰莓就是這個黴菌 就是它當時候觀察那個草莓的葉片上面 或是玫瑰的葉片上面 我們知道這黃掉之後的葉子就會出現黴菌 就是灰莓病之類的東西 好那還有像這是大家一眼就看得出來 這是蒼蠅之類的頭 它們有護眼 然後左手邊這個應該是 這個類似像蝴蝶的翅膀這樣的東西 好 那就它又陸陸續看到一些什麼蒼蠅 我們這邊就快速的跳過 那這個像這個就是結絕嘛 就是一個蚊子的幼蟲 大家平常看到它就是在水裡面扭然有趣 但是實際上它這個屁股有一個呼吸管的構造 那身上很多的這個刺很分毛這樣子 好所以這是蚊子的幼蟲 那當然就有一些狐蜂啊一些鵝類 還有像是蚊豬 這個畫得都非常的精巧 非常的仔細 這隻螞蟻 像這個 有一些是我們生活中可以看到 像這個鵝魚 那比較特別是這個擬蝦的部分 擬蝦是怎麼被發現的呢 擬蝦是虎客它在看書的時候 在書裡面發現 對因為擬蝦的另外一個俗名叫做 Bookscobian 就是因為以前的環境還不錯 這個擬蟹會去吃一些小蟲子 就是書上小蟲子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異蟲 就是對那不容易發現 然後那個虎客他有說 他是只有看過這一次 然後就把它畫下來 他覺得很像一隻小螃蟹一樣 比較擬蟹 其實擬蟹非常的小 大概只有一個芝麻這麼大 對在生活中我們看得到它其實非常小 然後像這個是甲蠻 這是跳蟒 跳蟒也大概是跟一個芝麻差不多大的東西 所以在一個利用顯微鏡看到的畫面 都會覺得非常的巨大 就是非常巨大這樣 好 那像這是頭絲 這根棍子其實是頭髮 所以它就是把這個 我們這邊看到這個照片就是 它把頭絲畫下來 還有像這個是塵蟹 所以虎客他其實就做了很多觀察 在當年就幫歐洲還有這個全世界 就是開啟一個全新的角度去看這個世界 當然最後就是因為它的細胞的發現 才有所謂的 後續才有出現這個 許旺跟許來登 還有這個衛修他們提出的叫做 細胞學說 就是就發現原來萬物都是細胞做的 不管你是一隻狗還是一隻貓 你是一隻毛蟲還是一棵樹 一朵花都是細胞做的 所以它讓生物的世界就找到一個共同的交集 然後於是這個研究就可以開始展開 所以等於說它其實是一個 細胞學的開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們今天看了這個虎客他所畫的這些唯物圖字 我覺得其實是各位你想看 如果你穿越到三百年前去看到這些東西 你會有什麼想法 我覺得太厲害了 那個顯文鏡還可以畫出這麼精美的圖片 對就是我們今天也許大家聽到什麼奈米科技等等 那些東西都是從那個年代慢慢的遺棄的演變 大家才發現有這麼多小的東西 好像甚至是像我們台灣的科技 都是跟這些微小的東西是有相關的 所以今天我相信給大家有這樣的一個介紹 也希望大家對於這個生物的世界有一個新的眼光 那我們今天介紹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 掰掰 procedure 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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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鈴鐺